大家好我是PandaLawB,我是Mile 歡迎收看Panda玩Spiritfarer 靈魂擺道第九集 今集一回來我們就已經起行去這個 Ogur那裡 Astrid的朋友 其實應該是一隻大海龜來的 大海龜為什麼會收集了這麼多情報呢 都不知道其實那裡會有什麼情報看 不過路程應該不是很遠 很快就到了 這頭想說練一下鐵那頭發現收訊 峰里村道欄又有道欄? 又是一封廣告? 來自峰里村的文猴 你這裡體驗壯闊的戶外奇景 你現在可以參加城市道欄 旁的店 參觀我們的聖壇 欣賞美麗的風景 現在就來峰里村 我們遲下都會過去的 不過這頭近 不是那頭近 這頭近就 這頭先 一覺醒來的船 其實就繼續走 敲個鐘 先 看看我們要求要進展三姐妹 三姐妹就是去找Oga那個任務 真的來了 她來了 還是我來了 還是 啊 Astrid拿了個鐘仔出來敲敲敲敲 哦 我們到了 頭釘 看到她真的太開心了 她一直都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認識她很久了 但我要跟你說 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 有些罵得不愉快 可能她還是會對我有些不滿 雖然那個不是我的錯 我只是說老實話 有時候太誠實會認識不到朋友 甚至還會失去一些朋友 但我們現在都老了 就好像人家說 已經沒辦法改變的事 就不要再犯了 和我一起走呢 好 太好了 Oga 老朋友 你真的一點都沒變 依然是這麼 綠義央言 即是說她 青啤啤這樣 Astrid 親愛的老Astrid 她說她老 然後馬上出現不開心的樣子 很高興見到你啊 也很高興見到你從你經歷風傷的殼裡走出來 不斷提她經歷風傷啊 腦啊什麼 你應該不會這麼巧欠這個 迷人的小姑娘人情 你是新一代的靈魂盜者 是嗎 Albert不斷跟大家宣傳說有人取代了Kyron 你叫Stella 好嗎 我在想到她之前 和我借了一把梳 一直都沒有還回給我 算了 希望這份新功 不會壓垮你這個 纖細的肩膀 重擔太大 小姑娘 有東西可以找我幫忙的 講開又講 Astrid 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就如你所言 我回到這個世界上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和你見過面 就是和你聊聊近況 你和你的姐姐過得好嗎 我三姊妹而已 應該有三隻海龜 我想 你知道嗎 伊琳娜 Elena 我想是 還在這裡專心地進行她的研究 Masha 就有新的喜好 就是編織啊 咦 就是和Gwen 是朋友可以做 他說可以幫她減壓 不過跟你說 其實她沒有做過什麼 令她很有大壓力的事咯 但是她 即是精美小手套 真的很適合冬天用的 即是給誰用 你應該去拜訪一下他們 還有Astrid 什麼呢 你絕對不會相信我前幾天聽到些什麼的 什麼啊 書師背你小姐懷孕啊 她真的聽了很多八怪的東西 再次懷孕啊 什麼啊 真的不敢相信 沒錯啊 而且你知道嗎 那小孩的爸爸不是阿包伯啊 不是阿Bob 哦 不是吧 你說笑而已 太離譜了 算了 她總是很清楚要怎樣引誘那些男生 說到男生 我聽說阿喬班尼來了 回來了 而且這個情報的來源都挺可靠的 阿喬 喬班尼回來了 是誰說你知道的 她在哪裡啊 什麼時候回來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深入去查探一下 但是你 是不是有興趣先 當然啦 啊 不是 我不在乎她做了些什麼的 我一點都不想知道 她想怎樣玩就怎樣玩 如你所願 不過你知道嘛 我會去檢查來源 然後寫信福給你的 以防萬一 現在你可以和可靠的同伴一起旅行 我會知道去哪裡找你的 當然沒問題 但是不急的 我好高興Stella找到我 我現在想和她和她的船員一起共渡時光 親愛的Oga 你可不可以露一手給她看看 我相信你的幫助 肯定會令她無比感激 不過 當然 接下來是最吸引人的 姑娘仔過來啦 我雖然年紀大 但是不是很聰明的 對呀 對呀 跟Astrid有點像啦 但是我還有些事情可以做到的 她整個 子女行奸在暗喘 Astrid 我的專長就是內心 還有菠菜批 但我們先不要說那個 如果你仔細看看 我背上會有三個勇氣 只要你把木頭礦石或石頭放進去 然後內心等待 等我再次浮上來的時候 當我回來的時候 你種的石頭或木頭 就會變成樹或採礦點 多不錯吧 我不可以告訴你那個秘密是什麼 但你要知道一點 如果他們帶有草莓味 都是正常的 好嗎 好啦 姑娘仔 跳上來我背部吧 OK 我們可以 借阿 嘩 嘩 怎樣上你背部 借阿Oga背部 有三個這樣的 呃 可以放礦 OK 這個是不是 都OK的 看看先 我們可以放 我們最少的石櫻 這些有很多 我們放一個蜂木下去 只可以放一顆下去 OK 蜂木放一顆 石櫻沒有多少 放一顆 放最少的下去 嘩 我們有這麼多的橡木 很害怕 石灰岩 煤炭 石櫻 石櫻 岩板 礦石 需要放些下去嗎 我們可能需要很多鐵 OK 放些鐵下去 Stella 怎樣 我回船跟你聊天 還是怎樣可以跟你聊天 走到船頭這裡和你聊天 你搞定沒有 太好了 我會回到水底一段時間 不用擔心 只要你種的東西能夠完全被採收 我就會重新出現 等下時間吧 Stella 在那個之前請你們好好照顧你自己和你的乘客 再見 後會有期 拜拜 你是不是潛水了 都挺震撼 看回原來你這麼大隻 OK 怎樣 肚餓 你就 我們上次發現你不吃精美餐點 西班牙海鮮炒飯你就說不好吃 這個都是精美餐點 那我相信森華喜歡吃沙律 你就不會喜歡吃沙律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精背殼是不是 最近吃過又不行 這個很多精美餐點 樣樣都精美餐點 小份水果甜品行不行 OK的 他是不是一輪嘴說過不停 嘴巴不停動 他一直都很喜歡說話 我自己沒什麼意見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的眼神有點恐怖 看起來溫柔又友善 但是都很恐怖 我認為他應該跟人聊聊這件事 都說了很多關於他的 阿豆釘 多謝你帶我去找他 真的很多謝 身邊總是有這麼多事情一直在發生 我很喜歡 另外 他提到關於那個 班 喬班尼的事 這個嗎 你知道嗎 還是算了 我們之後還有很充裕的時間 可以聊這件事 我現在還不想跟你聊這件無聊的事 再見了 Stella OK 他是不是跟他有什麼 有什麼過去 有些感情的關係 好勤勵阿Summer 繼續在這裡彈琴 但是我沒有了種子的問題 好啦 我想Astrid 會教我用這個這樣的 野練場 這個才能升上野練場的嘛 豆釘你敢不敢受到那個熱 熱意 你聞到融化金屬和重型機械發出的香味沒有 這個就是野練魔法的地方 我們會在這裡打造出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進去吧 讓我來解釋這裡是怎樣運作的 好多金條 阿圖叔叔你有沒有出來是不是很肚餓 你出去彈來彈去 真是厲害的機器 天啊 Stella 你這間野練場真是太高級了 即使我都沒辦法做得更好 太令人經驗了 讓我來和你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機器很複雜 你操作的時候要小心點 首先把礦石放入溶爐裡面 然後為火爐加入煤炭作為燃料 然後機器就會上升到工作溫度 然後下來 無論你先前放的是什麼礦石 到熔爐裡面都會被野練成金屬定 熔爐兩邊的風箱會令到溫度上升 每一種金屬的表現都不一樣 但是只要到達正確的溫度 金屬就會開始融融 你必須確保熔爐維持在正確的溫度 如果溫度 如果低過正確的溫度 熔爐就會停止 如果高過這個溫度的話 阿豆釘你不會想這樣發生這件事的 就是這樣啦 你應該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了 落手試一下 我其實已經落手試過了 不過你叫我做就 繼續吧 你會不會阻礙著我呢 我們上次好像已經放多了一些煤炭之類的東西進去 所以就 只放了金屬都OK了 但我真的很想你幫我來 自己搞搞 走 不用我 這樣左右兩邊走 喂 嚇死人什麼樣子 無緣無故從天而降 他們弄錯了些什麼在上面 DEPEND 黑黑黑黑的東西下來 這個野獻場比較麻煩 是我們要保持著看他 喂喂喂喂 過熱過熱 我想未知到下面紅色那支指標都OK的 我想這個溫度都夠一路燒到過去 咦 開了爐又不可以放我金屬 還是 我們看看金屬可不可以一次放多幾顆進去 因為上到去呢 他保持了這個這麼熱的溫度的時候 其實還有 有 對啦 哎呀 又放了他最終決定 咦 按了按鈕 喔Stanner我真的很希望自己 之前遇過的每個金屬像都好像你有天分 你看上來這麼小顆 你看上來這麼瘦弱 但是可以好像老練的 斷造大師那樣迅速穿梭在這個野獻場那裡 我真的為你感到驕傲 這一步是一步很出色的機器 我相信 你一定會令他發揮最大效用的 另外如果你願意的話呢 我偶爾都會想來這裡享受一下野獻樂趣 好 嘩 求之不得 簡直是這個叫做 沒有煤了嗎 但是 夜了又 夜了又 不是 因為煤已經有 那最多就 就是 按了他 溫度過低就不 就停了而已 就不要搞到他高溫得太爆炸就可以了 我們這樣砰一次氣呢 都不足以 都不足以燒一塊金屬的 似乎 看下我砰一次差不多去到滿了 然後 任由他一路下降 是不是已經足夠 好像夠喔 好像夠燒一塊 嘩 我們 不要著火了不要著火了 差點忘了煮了野獻 一會兒又變炭 我煮了一大堆馬菜魚湯 我拿個魷魚走來煮魚湯 對啦 泡一次氣都夠他 燒一次這個石頭 燒一次鐵礦 起碼 上次說銅礦的控制溫度就更加難的 他控制藍在燒銅的時候呢 那個 那個溫度降得特別快 但上面那行巴也燒得快些 其實也都 我剛才一次過丟了五顆進去的 咦 喔 這樣也好些 都是按一次就可以 做五顆出來 就不是說要 放了五顆進去要做五倍這麼久的時間 另外呢就要做些橡木板 我現在好像控制得好些了 這個S型都 做到四塊出來 不過我放了好多進去就要做了 對啦 漏夜趕工呢 我們加製一個羊圈出來 這個羊圈 放在一個野獵牆上面 有點搞笑 不過放在這裡 咦 羊也都自動地 乖乖地走進去 直接不用我帶他過去 看看可以怎樣用 這個羊圈先睡覺 是不是可以餵食 不可以剪羊毛嗎 應該 吃飽先 吃飽了 那 沒有了 暫時是餵著 吃一下先 還是我們又要一個 懂得 做這方面的事的乘客 來到 可能要找Alice上船 咦 搞完一大堆 原來已經天亮了 正想說去睡覺 設行到什麼時候 應該是睡醒一覺 設行到已經 原來已經天亮了 容許我去拿少少材料 然後搭船回去 地圖的西面那邊 拿一下 肉 因為我們 要去買豬肉 試一下 弄一些 阿圖叔叔最喜歡的豬扒 玩一下 咦 為何會還在阿OGA這裡 我們明明設行到 莫非阿OGA這裡已經這麼快 這麼快可以採閘 所以就 回了出來 咦 我和我姐妹已經在海上 旅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海上的居民非常需要財務的資助 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人有存款 要借錢 加入我們 你一定能夠賺到 超乎想像的財富 這些是什麼 層壓式推銷 我們操作的是木材和礦石市場 你的投資很快就會 會漲價兩倍甚至三倍 快點跳上我背部就對了 投資我們的航行企業 這麼搞笑 你們究竟做了多少樣東西 真的生了一棵樹出來 你老龐生豬 你這個就是老龜生樹也可以 隔了一晚你就已經 可以上回來採閘了 這麼快手 我還沒走開 因為 可能昨天在這裡 搞這個 練金練得比較久 好玩喔 放了一粒石英 去生了七粒出來 那個回報率很高 而且又不用 不用給租 不用給什麼 在烏龜上面 這樣放東西 繼續放一些石櫻 放一些石灰岩 這邊就繼續放一些木材 又叫我 唯一問題就是 這樣上上下下 要游到船上才可以跟他們聊天 那一陣子 又不是要四身Buy 對 又是問那邊做好嗎 然後OK 那他才會潛水 那我們才可以走 咦? 貝類集會 剛才好像拿 我撿了個閃貝 再加了蘑菇 對了 但我沒有那麼多閃貝 煮不到那麼多次 咦? 這個Quick Travel 都好像花點時間 那邊Quick Travel 過來 噢不是 我因為進了這個 黑的黑的 呃 那些綠色的區域 不知道應該怎麼稱呼這些 流星區域 那樣 流星花園 真的 真的 Astrid 也是不喜歡 Ato 敲敲打打 每個人都不太喜歡 敲敲打打 不過 沒辦法 他幫我們 做好船 的嘛 試一下 給你一個咖啡 你喝 你又OK嗎? 都OK的 但沒有特別喜歡 不喜歡 OK 奇異種子種好了 似乎不錯 又貴重戒指 又地毯 我這裡就是風呂村 我們那頭說 看了個傳單過來 那我們儘管 快點上 看 看 看 這次不知道有沒有導遊 好像沒有 有靈魂 有靈魂 肥肥 咦咦靈魂 我顧著簡博的生活 簡博的生活 也有很簡博的說話 這裏太高上不了 我們要快點找一個 風呂村說 有什麼 有聖壇 可能可以學新技能 這樣 我弟弟在哪裡 他應該要在這裡 呃 我不是來幫你找兒子 找弟弟的 上了二樓都沒有東西 這間屋竟然 我進來為了什麼 這裏中了很多 迷的東西 在下面 咦 特別的人 那個 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 欸 真的太巧了 這個時機 我極需要幫忙 我從你那個 友善 而且熟悉的面上 看得出 你是樂於做人 那種人 聽著 我想要完成這個 五件一套的 傳統木版畫 它們是 與志郎時代的產物 它有極高的價值 我已經找到其中四件 但還有一件在我手中 已經流走了 好 確定它就是這座村裡面的 此外 我非常肯定 它 在無奈之前 就流落到本地 商店老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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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根本不承認有那幅畫的存在 真是個土人厭的小人 碗同師 日本尼 說知他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幫到我的話 沒錯,你用你甜美的笑容和不具威脅性的態度 我相信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取得最後一件珍貴畫作 那個可以說是 難前拼圖最後缺失的一塊 好,去吧船長 我等不及了 OK,鎖住 你是不是可以先開這道門給我 我幫你搞定的話 喔,有訪客 歡迎參加世界文明的風女村導覽 導覽很快要開始 大概長五分鐘 在這個過程中會為大家介紹 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 之後你會得知 很多這個地方的趣味 如果你去參加派對 一定會成為派對上的焦點 準備好了嗎 太好了,我們馬上開始 即將開始 這個是強大的象徵 它昂然聳立於此 除了可以拘除惡靈 也都是祝福這個賭上的後代子孫 有時會看到村民在回家途中 停在這棵樹前面 或是為了悼念自己過去過世的兄弟 生病的兒子或過去的愛人 也有說這棵樹曾經開口說話的寸言 這個是這座 很豐富文化的另一個面向 我從來沒有失去過什麼經驗 有人總會說我只是考慮自己 從來都不為其他人的問題掛心 其實這樣也無所謂的 只要我繼續做好導覽這份工就可以了 這棵樹真是 許願樹啦 這棵樹真是 不要這樣 請你不要這樣 怎樣啊 跳一下而已 跳一下都不給 對呀 不給跳的 你走得很快 這個城市這麼繁榮 肯定會有碗熊商鋪的一席位 但多數人認為 那個是買入材料和用具的最佳途徑 更加巧合的是 它還是正常唯一的商店 我來都真的沒得選 碗熊菲萊達創立聶門生意之後 這些店舖 成為了帶來圓圓收入的生力軍 有意思的是 所有加入碗熊商店的人 都要把個 都要改名做Fiat 我想這個是他們始創人 我想這個是他們紀念始創人的方法 好能夠體現出他們的忠誠 就個人而言 我是不會在這間店舖消費的 我會自己動手製作 服飾和家具 這件事大家不用放在心的 只是我這個 導遊生活中的芝麻鎖瑟士 原來不是同一隻碗熊 不過 每隻加入加盟之後 就要改名做Fiat 給你 給我 我 我想他不是說給我 是Hear之類 建造這座聖壇所使用的高級金屬 全部都是最高級的 建造這座聖壇所使用的金屬 全部都是最高級的 這些聖壇透過昔日守護者塔的灰準 為我們講述過去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 等一會兒... 其實我也不知道 正因為這樣才會這麼重要 就算我記性不好 也記得這座聖壇的功能 凡人當然會認為... 苦今釋懷 我沒有聽過這個詞語 即是當年今天 想起今天的事 不是應該說... 講今天的事 就想起昨日 這樣 這是一個深遠的想法 我們走吧 你好像沒什麼介紹 又好 蛤? 你又說五分鐘搶 說兩句就完了你 你的盜欄 風雷泉盜欄好高興為你服務 感謝你耐心聆聽這次的盜欄 再次謝謝你 如果你喜歡這個盜欄 請無必給小費 五十元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好有求之慾 相信你會... 感謝你相信我的教學能力 嘩...消失了 不用了 我不想訂你的雜誌 也不想買你賣任何的東西 嘩... 這裡好像... OK 我們是不是有兩個... 挖牆啊... 好好好... 取得 即是類似... 不是三段跳 但是可以... 靈空可以... 滯留久一點時間 我想在天上... 我想在天上... 啊... Daffidale你學了那麼多技能 你也有那個... 靈魂之光... 不是... 是不是叫靈魂之光 Everlight那東西 按A來滑牆 哦...原來這個... 這個... 這個... 吹風機... 排氣口是要... 有滑牆技能才能用到的... 咦...咦...咦... 似乎可以滑牆到右邊那裡 很快就可以試一試啊 馬上... 等一下... 按著什麼去滑... 按著A啊... OK... 飄啊... 飄啊...飄啊...飄啊... 上來... 看這個... 我絕對不想回家啊... 可以在這裡真的妙不可言 如果你願意的話呢 我非常歡迎你來... 我家住 這個是我的鎖匙 如果到門一直卡住呢 就稍微大力一點 到門經常都會卡住的 我要欣賞你的景色直到永遠... 哦... 我們拿去那間... 屋的鎖匙啊... 你真的屋都不要那麼厲害啊... 這裡風景真是美得... 那麼緊要... OK... 可以這樣飄下來... 即是只要有一點點高度呢 我們就可以飄的了 不用一定要這個... 吹風口 我們用飄到最高的位置呢 然後這樣... 看看會降落在哪裡 咦咦咦... 首先當然是這裡啦 這是什麼... 復古的簽名海報 不一樣啊... 剛剛... 我上次去到一間屋頂 就是貓頭鷹的東西 我已經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啊... 但似乎都只是裝飾而已 我們由一間屋跳去... 另一間屋... 門口那裡可以嗎... 哎呀... 哎呀... 都可以... 還有一個位置可以... 有這麼多間屋嗎... 這裡... 完全看不到樓下是什麼... 不過... 去盡它... 差一點點... 咦...不是... 這裡... 樓上那裡還有一格喔... 你的動作都蠻文哲喔... 我爬上這裡... 去到高處... 虎南...大家... 每個人都變得很小顆... 而且顯得... 顯得我又大又強壯... 如果你看到我媽媽... 千萬不要跟她說我在這裡... 我希望這種感覺可以維持久一點... OK... 我可不可以... 嗯... 我們是跳得不夠盡... 還是什麼呢... 不要緊... 我們試試... 首先... 去找那個人... 那個人的那間屋先... 杜田需要持續不斷照顧... 可以說是... 投入全副精力也要... 我寧願吃著芒果看直陽了... 那麼... 特別的... OK... 開了這裡... 門... 手上樓上... 會不會幫你找到那塊什麼版畫... 就是... 就是... 阿麻種子... 剛才那個什麼復古簽名... 是不是就是那一幅東西... 給他先... 嗯... 沒話說... 抽出時間... 這個就是... 盜欄而已... 濕氣這個詞應該變成禁語才對... 有什麼問題... 我的兒子... 這個時候應該要回家... 都是他身裏的堂墳學的... 我就直接問你了... 你有沒有看到我兒子啊... 嗯... 幫一下兒子... 我想我兒子是... 剛才... 左上角那個那個啦... 哪知道... 柱上面那個沒有... 沒有看到... 我打算選擇信任你... 雖然我... 不太信你... 做媽媽的看多日... 出誰在那裡說謊... 而你呢... 小姐... 看來... 就像一個說謊的人啦... 而且... 說謊的技術很差... 你跟我兒子說... 你沒見到他媽媽沒生氣... 明白嗎... 就是生氣啦... 呵呵... 那... 我們在這些屋子... 又跳不到上去... 不是喔... 這裡應該可以直接... 對啦... 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看看... 嘿嘿嘿... 失手... 再來一次... 咦... 這裡還有一間屋... 有沒有進去呢... 一間屋我們都可以進去... 但是一間屋裡面... 都... 沒有東西拿... 靜靜地... 在那裡藏起來... 究竟在那裡藏起來... 咦... 會不會在菲利達我身上買呢... 要... 我們的營綠... 什麼叫營綠... 是不是沒有發現... 你對... 一些特別的物品感興趣是吧... 你說木板畫... 沒錯... 我知道... 他之前在我的特別倉庫儲存了很久... 然後突然間... 每個人都在找這幅畫... 一開始是一個書袋子... 一個無理的家夥... 更差的是... 他們買什麼都要討價還價... 我根本就沒有打算告訴你... 那幅畫的事... 只是給他們一些垃圾... 接下來... 一段時間... 有一位巨大的海象女士來了... 要求我把畫賣給他... 原本我想發動一場競駕戰... 即是...拍賣... 但是他給了一筆不少的錢我... 那位女士... 叫我跟你說... 他就是有錢... 總之... 這就是我知道所有的資訊... 畫的事我就幫不了你了... 但歡迎你隨意... 買我的商品... 即是...畫... 畫就已經賣給人了... 嘩...我們沒有錢... 買三個豬肉就... 哎呀...總之留了錢來... 買種子... 對了...Gran你幫我買些纖維... 你好喔... 這樣沒有了... 即是我們要去找一個海象女士... 我看來... 他說... 這幅畫被海象女士買了... OK!成功! 靠著這個沖橫飛出去... 赤鐵礦... 還有什麼... 剛才有兩樣東西... 明明收了... 不會就是那幅版畫... 雖然我覺得... 對了... 不知道是什麼... 問題是... 幸好打開個大型燈火屏... 有個... 有五百元... 即是有... 喔...你回來了... 你有沒有... 找到那幅不見了的話... 沒有... 已經賣了... 但是... 有什麼搞...有什麼可能啊... 等等...那個附近... 你是不是有個... 競爭的藝術收藏家... 有位海象女士是不是啊...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是她的了... 那個可怕的女人... 那個愚蠢自負... 自以為是的騙子... 她竟然自稱為收藏家... 你信不信啊... 她根本就沒有收藏任何東西... 喔...她買那幅畫肯定是為了激怒我的... 我最初... 根本就不應該向她提起我收藏的畫... 那張醜陋的臭臉... 哼...我不是一個會放棄競爭的人... 那個醜陋的巫婆... 躲起來了... 她在這裡避開你啊... 我不知道具體的原因... 但是出現新靈魂道者的消息... 令她... 好像一隻... 蟑螂一樣... 走到無影無蹤... 那真是對啦... 是啦... 你是靈魂道者嘛... 麻煩說些我不知道的事啊... 她當初不應該跟我說她躲起來的地方... 她躲起來的座標... 負150... 500... 150... 你去到她見到她之後... 讓她看這個雕像... 她就會明白的了... 信我啊... 她會明白的... 這個... 不用擔心... 只是... Theodore給我的垃圾而已... 陶瓷像... 我好像已經有多過一個了... 安撫那個可怕的女人... 你究竟想跟她對質啊... 還是安撫她啊... 還是什麼啊... 你的... 用意有點難以觸摸... 啊...Theodore這裡又不收... 這些垃圾東西... 一定要找回...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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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想起你了... 她跟你的風格和氣質非常搭啊... 對了... 尋找我們... 丈夫的事情呢... 現在... 沒有什麼進展... 我會繼續調查的... 你的老朋友Oga... 尋找丈夫... 誰的丈夫啊... Albert這裡就說... 我們進行特別促銷活動... 附件是一種... 新型建築... 是我們... 全新... 驚奇系列的產品之一... 一種... 上升氣流裝置... 希望你可以享受... 種種種滑牆的時光... 我們可以自己... 加一個... 那些... 滑牆的東西... 說這個豬排... 原來... 這邊Ashley在聊天... 她說找丈夫那件事... 是找那個... 那個... 即是說... 不知道誰戴了一套... 但是... 不知道那個... 老公是誰的那件事... 你說有信啊... Oga還來的... 他人都很好啊... Oga有... 喬班尼的下落... 你說在岩島鄉村啊... 喔... 好啦... 我們最好去看看... 還有什麼... 房... 房屋的新靈感... 給我? 真的太貼了... 我要承認... Oga真的好了解我... 是啊... 沒錯... 如果可以住在一個這麼好的房屋裡面... 我一定會非常開心... 知道有人敢為自己著想... 感覺真的好... 當然你都可以為自己想到這件事... 什麼叫為自己想到這事情... 但不用擔心... 豆釘... 我知道你很忙... 不單要做靈魂道者... 還有很多事要忙... 無所謂... 我不會勉強你... 而且我了解你的個性... 你一定會想辦法... 盡快在船上建造這間舒適的倉房... 畢竟... 無論是什麼... 到你手上都可以迎人而解... 首先謝謝你啦...Stella... 我等不及看到新的倉房... 馬上完工... 他說話真的有一點點... 綿女床針啊... 這邊說... 不要緊的... 但那方面好像在說... 為什麼你沒想到幫我... 建一間屋這樣呢... 開飯啦... 阿圖叔叔... 終於做了... 上蠟... 除蠟... 即是什麼... 豬扒算是... 什麼啊... 豬扒... 乖乖我的天啊... 我真的很興奮啊... 看上來很好吃... 而且他真的很好吃... 阿豆釘你真是個奇蹟... 真是太好吃了... 現在我覺得有點罪惡感... 很對不起... 等你... 搞到你幫我... 將來這個烹飪的差事... 我跟你說... 我以前做事的時候遇過一個小孩... 他叫做... 黑雷格... GRAG... 之類的... 我們以前... 經常... 有種... 漫長緊張的工會談判... 通宵談判... 大家都含入僵局... 到大家都... 餓壞的時候呢... 而且所有餐廳都關門了... 我又一次派... 黑雷格... 去24小時雜貨店... 做個... 跑腿... 我會要求他... 在凌晨2點... 幫我買一些... 極難... 買的東西回來... 好像... 番紅花啦... 鹽膚... 鹽膚木啦... 不知道是什麼... 甚至是回香... 我們的目標是... 做出世上最美味的排骨... 一度符合所有人... 胃口的餐點... 能夠令到... 雙方都吃得滿意... 等大家冷靜下來... 並且滿足每個人的胃口... 雖然不見得每次都... 成功等大家冷靜下來... 但至少所有人都吃得很飽... 我不知道... 黑雷格是怎樣做到的... 但他每次都可以... 找齊我清單上面列出來的東西... 我都會跟他開玩笑地說... 他當然要闖入人家家才找到這些東西... 天喲... 或者他真的這樣做了... 豆釘...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做到的... 你讓他吃起來有家的感覺... 敬你和黑雷格一杯... 本地2... 本地2187公會... OK... 咦... 是他未有房啊... 拜託你... 肚餓... 一點點而已... 我們... 我想試試給他一杯茶... 啊... 又不是... 又不是特別喜歡... 我們手上沒有太多... 其他東西可以... 咦... 你又玩音樂? 好開心喔... 他因為... 喔... 他... 超開心的時候會演奏... 歡喜... 歡樂的音樂... 但就不是... 似乎不是演奏給那些... 呃... 植物聽的喔... 他這個... 好了... 來了風女村... 多了一個... 咦... 試試什麼魚... 儘管看一看... 但好像沒有... 一個特別給我停拍的icon... 可能過到去都做不到什麼... 又是... 剛才煮了... 齋豬扒啦... 那我們現在嘗試加個... 穀物類... 豬扒飯... 焗豬才做個... 都說到了啦... 這個果然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我想... 咦... 我們現在一隻船開始... 一隻大船才會貼到... 這些... 船背在船身上喔... 原來... 可能來到這裡代表有特別的魚釣... 儘管在這裡釣魚試試看... 有些搞不定... 見到豬扒焗好了... 不是... 焗豬搞定了... 拿出來看看... 蛤... 為什麼會變成沙窩菜... 笑... 我們還有最後一派... 豬扒... 今次嘗試豬扒... 蔬菜啦... 剛才嘗試了... 混菊物... 我們都還沒足夠... 我們還可以... 嘗試豬扒... 混菁類植物... 呃... 海鮮就混不到了... 剛才嘗試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 需要特別人來幫幫我先... 因為我每次... 把牠拉到某個距離... 牠都不會再... 對啦... 去到一半的距離... 牠都不會再靠近我... 就算我... 維持著... 在這裡搞魚竿... 沒辦法啦... 我們... 遲一下再回來啦... 再來看看... 送菜這方面... OK... 遲養點... 燉肉... 製了兩個... 好肚餓... 這邊說... 我知道我最近要求很多東西... 我胃口很大... 而且我有這麼熱愛食物... 不過你知道我想吃什麼... 一桶炸雞... 吃了就可以令我恢復精神... 因為最好吃的食物... 都是桶裝的... 料理有時候好像很複雜... 不過這次很簡單... 啊... 你最喜歡不是吃豬扒嗎... 突然又變了炸雞... 對... 最喜歡已經是豬扒了... 但是炸雞又另一種想吃的東西... 釣魚旅行... 喂喂... 哪一種啊... 你想吃炸雞又怎會變了... 釣魚旅行的... 任務是... 不用怕... 阿豆釘你真是漂亮... 你令我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我以前會在頭上插一條紅色的斷帶... 就好像在雜誌上面的無特兒一樣... 你知道嗎... 那些男生總是會注意到我的... 我本來可以選通尼的... 他是髮型師的兒子... 他挺有錢的... 而且有輛紅色的開鋒跑車... 我亦都可以選阿爾... 他是滑雪冠軍... 喔...阿爾... 他有最囂的屁股... 但我選了... 阿喬班尼... 喔...阿喬班尼... 無論我做了什麼... 或者發生了什麼事... 他總是可以令我微笑... 他雙眼看起來就好像流星... 他頭髮... 紋起來就好像神怒... 但是夠了... 做八日夢是不會有結果的... 我來... 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你的農作物是不是要淋水了... 你不是幫我去做的... 在這裡跟我說過以前的情史... 喔...ok... 聽到阿圖爾吹笛子感到非常享受... 對啦... 阿圖爾會... 心情好的時候去吹笛... 大家都開心的... 療癒... 傳統食品... 燉獄... 多謝... 但又沒有特別喜歡... 但起碼心情好一點... 好啦...拿著一大堆雜物... 賣減一點... 去到... 賺點錢先... 我想...這些很精美喔... 這個模型縮影... 細節和練武表情都... 精美無比應該賣掉它... 這些... 舊畫作... 這些... 展現出超高... 靈暗對比... 還有... 雲圖技法... 這些應該賣掉它... 這些戒指... 我們見過很多次啦... 就值得賣啦... 1967年魔法... 神秘遊行... 真是經典... 應該賣掉它... 這個經典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留一留... 不是... 非常值錢... 咦咦... 我們多了些猜事喔... 銅定鐵定煤炭... 咦... 藏寶圖... 玉米和咖啡豆... 我們有很多... 應該可以... 換些茶樹種子回來... 蘿蔔和霧青都有很多... 換魔具種子回來... 星雲布未有... 元素轉化... 發光營膠和平中閃電... 換黃水晶... 呃... 我們其實有黃水晶... 不過... 那些發光營膠和平中閃電... 留在那裡... 都不知道有沒有特別用途... 就先換掉它... 我們唯一是可以... 讓我做些... 鐵定銅定出來... 換個... 然後就... 可以離開這頭了... 這些陶瓷醬呢... 我之前已經... 的確是撿過一個了... 這個是非常精緻的雕像... 素象... 一個非常古雅的素象... 等一下... 這裡撿出來... 五塊鐵... OK... 那就是說... 我們放... 一顆煤進去... 就已經足夠做一次... 這個... 斷造... 或者... 什麼... 野煉... 這樣的... 動作的了... 猜事... 搞定... 原來... 要八顆這麼多... 床寶圖... 看看床寶圖... 你... 你... 找到你第一份床寶圖了... 或者... 你可以在床中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 打開來看看... 你會發現... 賣床寶藏的座標... OK... 那我想... 我們要... 自己... 開個... 床寶圖... 先掛... 負... 58... 52... 那我們... 這個... 58...52... 究竟有多遠啊... 大家好像... 已經入夜了... 又被這個... 天色騙了... 大概這個位置... 那我... 即是... 它不會特別示範給我的... 它要... 我自己... 洗船去那裡... 我們要記得有個... 藏寶地方啊... 這樣... 那... 剛才... 呃... 還了它一些... 特別的任務之後呢... 拿回一些種子回來... 總算可以... 種一下東西先... 那我們現在學了... 那個滑牆的技能呢... 其實之前很多... 呃... 去過... 但有些東西拿不到呢... 我們可以再次回去... 那些... 我想... 我...都會在錄影的時候才去拿的... 但是... 若果不是那麼特別的... 開完之後... 那些普通材料啊... 各樣呢... 就... 未必會特別交代的意思啦... 而這個樣子呢... 我們放在這裡... 暫時都只有位置... 真是... 白吃白住啊... 你暫時... 好... 那我讓我啟程去... 到處再收集多一點點... 種子啊... 各樣東西先... 我們下一段旅程再見... 拜拜... 說句話已經 Unlike來... 我們翻譯啦... 我們可允 arch終壇啦... 和下年寄وا一 Nerd...